我不知道 這個美麗的誤會 已經免疫了 對 新浪娛樂 Talk音樂會的朋友們 你們好 我是王源 哎呦 累積到五分算勝利 接下來 就看看小源的運氣 和選擇吧 那就先 從哪開始 從這邊吧 你現在顯得緊急 為啥第一個去接他 有點近 順手 就是生了自有 L5位 對我也希望是 我能成為那種人 生而無畏 愛而自由 因為他說 想見的人要立馬去見 然後想做的 思量立馬去做 海風吹的一句詞 是他說 會保護我的心碎 其實說來也巧 當時我創作的時候 ABC段是 完全是脫節的 而且 它也是不押韻的 當時看來是一個 很奇怪的做法 但我覺得這個情感 是一定要表達的 所以我就把它加在了 最後一個地方 之前他們說我的歌 是喪然風 就是我也是比較喜歡 先不好 然後再拉回來 然後所以我就在最後 就加了這麼樣一句 其實當時我狀態應該是挺平和的 不是說是要呼喊說我怎麼怎麼樣 其實不是 只是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酷的狀態 然後我就把它寫進去了 你自己還記得自己最開始創作詞的一個初心嗎 創作詞 創作詞的初心就是 找別人寫櫃 然後我就說那我自己寫吧 這樣就開啟了寫詞這個事情 最開始寫的時候 真的就是只是為了抒發自己的感情 然後來寫自己身邊一些小事情 然後包括到現在其實 還是還是更加地關注一些社會議題 前幾天看了一個電影 給我感動了一下 就是叫日照好人 就是講的山東的一些農民 他們在五月二的時候 他們從山東騎了一個三輪車去救災 就是這種人間自有真情在的事情 時隔這麼多年還是會給你感動的 我們的詞是 當然也不能叫蘇大強 我把它改成了高啟強 這是個梗 然後其實有 就是最後一場在唱我的童年 包括在唱《驕傲》的時候 就是真的是挺有感觸的 我童年我只唱了一半 有一半我有點唱不下去了 就是因為從小生活在這個地方 然後你唱這首歌的時候 你小時候生活的場景 就是歷歷在目 然後就很 就突然那一瞬間就變得很清晰 所以是有點感動的 剛才你也很內心 對 所以當時是真的 沒有哭 就是我忍住了 幫你往下接 對 好的 往下接 好 彩虹雲 那我會跟你說幾個例子 我今天在一個區域要送 我們再結合 好的 中中老師把王源扇子 到王源面前 你這是我們中央看到的一個小道消息 請問你先告訴我 這是真的嗎 是真的 結束慶功宴 然後包括有一些同學都要去吃飯 然後他就 他說好熱 拿著扇子扇子 這不是我的腦袋嗎 我是OK的 因為我已經心裡 已經有心理建設了 就是 我們工作室的人 他們買了 什麼我的腦袋的吊墜呀 扇子呀 什麼這些東西 因為他們自己的發熱 都想買這個幹啥 你用什麼的 不知道呀 就羞辱我 就是不知道 他們就覺得可愛吧 所以我在我的休息室里 是充斥這些東西的 那第二個比較有趣的 就是保留了一家人各種各的 這個人看到 這個我知道 我有點無語 這個 我最無語的是我媽那個 她太好笑了 她說她是我媽 人家也不信 人家也不認媽 人家認牌啊 人家認工作牌啊 那她 那沒有人就會信的嘛 就是那是要表揚這個安保 就是管得贏 這是好事 對 對安歸這班事 這是好事 對 包括我爸爸 你們坐第一排 這裡面問說 你們講什麼票 爸爸說 手機好 那天他們說了一個好笑的 然後說 說我爸怎麼有票 還是有關係 有關係 這個也是蠻好笑的 包括就是爺爺 先手 丟 那一段無常的這個 這個有看到嗎 我也有看到 他們平時就這樣 他們去溜彎就這樣 而且那個場館 離他們那很近 所以他們就直接就走回去了 他們去 確實是OK的 家裡人都很和睦 都很OK 鳳龍公園 你對 你對王源演唱會 還有什麼期待 這是另外的價錢 那這個目前現階段來講 不太可能 我們就現在都是要往 狂拽酷炫上面那個什麼 對 不敢往回頭路走 好馬不是回頭草 想看他穿白色老頭鞋 應該是他說老頭鞋 應該是說背心 對 那等我再練得再好一點 那就可以 對 我是在演唱會前期一直在練 就是瘋狂健身 然後上課 每天就是在上課上課 那你不讓你自聽 你覺得自己這個心願 自己表現 最自明的劇 是一個劇 我覺得是唱上面 巡演這一唱歌 真的是太高強度了 然後這一次 就是完全一個月時間 換了個唱法 然後我還要克服以前的習慣 就是反正很糾結很難 但是確實感覺 在唱上面進步了很多 有些最瘋狂的想法是誰 最瘋狂的想法 就是最酷的想法 就是最後腰不倒臺 最後重慶最後一場 因為我是 感覺粉絲可能會比較感動 會哭 但是我又不想 他們流著淚走出這個場館 我希望這兩個多小時 他們覺得可以回憶的 美好的回憶 所以我說最後一首 一定要再嗨一下 讓大家都開開心心地離開 我們大家也出現的演技者 好 我們今天有一個人 加上迷茫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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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是排好的 排好的 排好的 正監控多少 排都是排好的 最后也来接两个台 语言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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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假和旅居 我想去看看世界 因为今年是出道第十年 换一个心态 换一个去看看走一走 我许愿就是当时确实比较俗 我许愿就是寻演顺利 但还许了个愿望 就是希望所有的观众 安全回家 我们女生比重比较大 而且演唱会开完也挺晚的 你打车也不好打 就是希望大家安全回家 对 演唱会有多浪漫 彩带当时其实一个新意就是说 希望 演唱会可以留在你的记忆里边 但你可以带走些许的东西来留念 就是来证明你来过 这个想法是你自己最开始初想的 还是大家讨论和一起的 自己想的 就是最开始我们在讨论彩带要做成什么形状的时候 包括印什么东西的时候想 你之前如果还有一个比较特别就是一个香薰的东西 这个想法 这个美丽的误会 我们因为我们第一场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喷香薰的 然后有人觉得闻到了那个香薰的味道 在网上说 但后来我们觉得这个想法蛮不错的 就是那我们就把它变成现实 所以我们就去 就是后面就每一场换一个香味 所以这个香薰的味道是 这个是对于你们家的那些味道吗 就反正那 喷的那个三瓶我们家都是曾经用过 那好 我们来接下来 好的 后面 哎呀 后面 啊 对 关于重庆的记忆是什么 他平时喜欢去拉里玩 我想问他小时候在这种山城生活累不累 我家住的那个地方其实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么的 这个八地城市 而且在市中心 我当时小时候住的比较偏 就我们那块还好 那有对你在曾经之前去的玩吗 我喜欢去江边 就是江滨路 现在也修得很好 有什么公园什么的 我就在那待着 然后休息休息 这是我爷爷说的 我说我以前感觉这地方挺大的呀 我说现在感觉怎么感觉这么小 然后他说 他说是因为你见过的世界变大了 所以你就觉得这变小了 哇 我当时一听 我觉得嗯是是有一点感触的 小鸡 好的 太好了 哎呀 哎呀 又爆了 感动感谢 就是确实之前我在微博上包括你的视频也看到很多粉丝 他们拍了自己的Vlog 从哪哪哪出发 然后坐什么多久的火车 多久的高铁去看演唱会 觉得 何德何能他们 就是我可以让他们穿越可能大方的中国来这里看我 所以当时许的愿望也是希望粉丝们安全地来安全地走 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 没事 再往下吧 对 我最喜欢圆圆的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吧 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主持人我想这首歌是票数最高最受欢迎的乐器 差不多 差不多 首先很开心就是有 有的朋友因为这首歌可能受到了温暖得到了鼓励 这首歌当时太粗糙了 一天晚上写完的 一天 在比赛 对在比赛 都太粗糙了 但是真正永远是必杀机 好的 那我 小鸣 可丁黄黄 歌迷最喜欢的也成为造型 舞台式 我最喜欢的造型 其实是每一次骄傲的那个时候的衣服 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舒服 其实 其他衣服就是为了好看 有一些比较紧 有一些又比较的麻烦 然后 但这次其实我头发染的我还挺满意的 刚才有很多问题啊 希望你可以在下雨 然后有一些更大胆的舞台 唱试跟造型 可以啊 就是那这个我是OK了 就是 其实我还是 我还怕歌迷会接受不了呢 就是希望袁能继续唱歌 袁继续加油吧 希望他以后能发光发热 谢谢 袁继续在音乐节奏路上 袁继续唱 袁继续唱 我们会一直听的 你一直唱 你接下来 你什么叫 跟一的歌迷换过程 就是希望大家注意身体身体健康 然后万事如意一切顺利 然后其实还有挺多作品会跟大家见面的 所以大家可以常看到我 也不会太无聊 然后我也抓紧写歌 争取尽快的出新歌 然后希望尽快见到你们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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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演唱会有一个 有一个纪录片是一直在拍 拍了很久了 然后应该后面会会上线的 就是记录了整个演唱会的过程 我们演唱会搭建 第一根钢管进场 到最后搭出那样一个舞台 都是有的 然后还有个 你问你说 城市限定发色的创意来源是什么 就是觉得想要不一样一点 而且现在能让我染头的机会不多了 就是演唱会是自己演唱会 所以你可以染头发吗 所以其实就是有 新鲜多人说 你之前在你们一段时间的预告的时候 有提到有些环境变色 什么灰色 绿色 粉色 你这个其实是照应很大色吗 没有预告 就是 就是不好意思 但确实就是没有 我刚才真的想过这么词 很感动 然后很感谢他们 我觉得是互相的吧 就是他们一定是觉得我够重要 才会愿意这样 奔赴这么远来 场外体验一下这个氛围 也是因为他们对我这么 觉得很重要 所以说 多点没什么好说的 就下次见吧 但老师说出车里和尽量去协调 我就希望能长过开放更多的 他的程序 对 这个我们已经做到极限了 而且我觉得巡演的意义就是在于 你更喜欢我 然后我去到你的城市 你来看一看 我不希望很多人可能跨越大半个中国来看 我觉得这个丧失了巡演的意义 所以后面我会多寻一下 对 对 猜演决策 可是我对我对你身上怎么样的关系 嗯 我是希望是一个遥远的朋友的 而且我不太希望跟歌迷有太多的距离感 比如说我开演唱会开到他们的城市去了 那就像老朋友聚会一样 你来看看我 我也看看你 对 感觉会不这样